上海有什么好玩的? 有着魔都之称的上海是国家中心城市 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航运、科技创新中心 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那么上海有什么好玩的呢? 第一次来上海的话,外滩是一定要去的 就好比去北京必须去长城一样 外滩的确是上海这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景点,没有之一 它与浦东陆家嘴各疆相望 只需要花两元就可以成轮度到陆家嘴了 这里有着上海标志性建筑 东方明珠、金茂大厦、上海中心大厦、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更是游客拍照购物的活报大卡地哦 上海的城隍庙是游客必经之地 也是长江三大庙之一 坐落于上海老城乡最为繁华的黄浦区玉园旅游区 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 游客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地道的上海小吃 也可以找到最有特色的上海传统手工艺品 《甜爱路》被誉为上海最浪漫的道路 它的路口是有一只特别的爱心油桶 总是吸引无数情侣前往 据说从这里寄出的每一封信件都会被盖上一枚乐无字样的油戳 代表了寄出的浪漫与温情会被恋人们永远收藏